需要扭開它 令到它們三條分開 然後每一花逐花逐花地穿進去 拿起藍繩穿一下插一下 Tommy很快就織到一個成圈出來 這一種叉圈 通常是在船隻靠岸的時候 用來固定船身 37歲的Tommy原本正在做冷氣師傅 五年前回來鴨利州 接手這間船博用品店 成為第三代傳人 他說會這樣做都是眼見餘葉色味 不想這些技藝和文化就感冒了 由爺爺到爸爸這兩代 都是有賣開一些關於餘葉的用品 到爸爸後期的時候 就慢慢轉去遊艇的方向 到我接手了 更加少了很多餘葉的客人 最豐盛當時聽爸爸說 海有幾十隻船 全部都是漁船 你看現在海全部都是船 但是是游艇 漁船可能剩下四五隻 都有些感慨 始終你慢慢慢慢轉變到 不是你熟悉的環境 時代轉變 Tommy說老店也要改變 除了店內有九成貨品 都轉為遊艇用品 他還要開網店增加客源 始終時代會改變 所有東西都會改變 如果維持著以前舊一套去做的話 未必會符合現金需要的需求 始終會被淘汰 所以你一定要慢慢轉變 慢慢去思考有什麽新思想 可以加入舊框架 MING & BING MING 感谢观看